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快剑房 晚上有怪物 诶 这地上雾气骂黑的半球体 是什么鬼东西啊 我还以为是怪物呢 原来是装饰这些武器装备模型的 先来看一下属物箱吧 诶 有岩浆太统哦 那拿上一些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箱子 好像好像这些没啥用呀 那来看一下房主箱了 哇 这里面有一把叫做寒冰神剑的 还有钻石虎脚 咱们整一套拿上 然后就直接穿到这身上来了 再来看一下这外围的大储物箱 好像只有石身之翼有用啊 其他的就都不拿了吧 然后我估摸着 这后面储物箱里面的东西 应该也不咋地了 确实看起来都是一些 比较普通常用的道具呀 哦 这边是电路箱 有巨人核心 还有性能块 那必须拿上几组了 大黄蜂这么有速度的 已经在暗放荧光清块照亮地图了 那咱们先跑进这房子里面来看一下吧 啊 不会吧 空空荡荡 我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好的武器装备呢 看来只是一个避难所而已 既然要把房子单神避难所了 那必须把防御给增强起来呀 还好我刚刚已经拿上了 这几组巨人核心和性能块 现在就可以把激光防御墙给做上来了 已经把门口围起来了 现在只需要给他们放出性能块 通上电就行了 大黄蜂还在地面上 倒出了几桶岩浆来 那我把我手上这几桶岩浆也倒出来吧 待会不仅可以照亮地图 还可以把怪物烧焦了 哎哟哎哟 怪物果然出现了 原来就是一些野人老铁而已 嘿嘿嘿 这些老铁 果然一出现就被岩浆给烧到了呀 大黄蜂那边也出现长毛怪了 咱们还是吃回到激光防御墙上去吧 来到这上面比较安全一点 可以到商店里面来买上一些东西了 先来买上这一把未来机枪 玄冰神剑我已经有了 就再买上一把天火神剑 还有这个生物弹叫做撤蛇神 不知道是啥 买上一个呗 好嘞 把他们通通都提取出来呗 先来试一下这把未来机枪 还不错 打出来的是火球 那把它送给大黄蜂吧 我先来试一下其他的武器装备 刚刚这个叫做撤蛇神的生物弹 现在咱们跑下来 然后快速的跑到中间去 然后再把它放出来 哎呀妈 什么情况 被它给干掉了 这放出来的不是对手啊 好像是敌人诶 现在大黄蜂已经站在这激光网防御墙上 用火球再攻击它了 我来试一下 这把玄冰神剑能不能远程攻击的 好像好像不行哦 它只是被大黄蜂的火球打了以后 飞得更高而已 那咱们先准备好天火神剑 再穿上翅吧 然后就试一下直接往天上飞去 看能不能跟它来一场近战对决 好嘞好嘞 快靠近它了 先给它来一剑 我来个去 这家伙有点猛啊 又被它秒杀了 不过它好像也被我的玄冰神剑也击中了 现在是中毒的状态哦 大黄蜂也跟我一样 穿上翅膀 飞得比较靠近它 用未来机枪再打它了 那咱们就换上这把天火神剑来试一下吧 好嘞 又靠近它了 再给它来一剑 哦 好像击中咯 那咱们趁着打铁继续怼它 啊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我被这条石给干掉了 然后大黄蜂又被我干掉了 那我应该知道了 这两把神剑应该是对自己的队友也有伤害的 后面我跟大黄蜂互换了一下武器 现在只要它使用这两把神剑 我也会全身中毒 也会全身着火的 所以看来现在只能禁止使用这两把武器了 只能用这把未来机枪来打它们了 现在满地图都是怪物了 难搞难搞咯 不过这把未来机枪杀三力还是蛮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灭少一些的 后面我们一直打到了天亮 而且我有重新买了一把叫做火苗天空的冲锋枪 大黄蜂的话就还是用回了未来机枪 哎呀哎呀 怪物都快被我们收拾完了 我还把大黄蜂给误杀了 这一期的地图还不错 不过要有重型的武器才能打赢这些怪物的